別動 別動 媽媽,你沒事吧? 女士,你怪不得我 晚上有個傢伙跟著我 而且是鬼鬼祟祟 我怎麼知道是不是老奸? 我見到他當然是打他 現在不是打賊也犯法 人家這麼鮮明,你也當我是賊 賊有樣子看嗎? 你們就把我好人當賊吧 如果你是好人老奸 要不要拆人叫我利,他真的要走? 你擺明身有事,作辭心虛 別冤枉冤枉 女士,我看你不是穿軍裝 又拿著槍 我怎麼知道你們是否跟著那傢伙 瘋雄大盜想打我劫甲 我見到你當然要走 現在是不是走也有罪? 走就不犯法 但用磚定死人就很大罪 女士,法政部剛才叫回來 說結果是合格的 剛才Dr.Ku說你找磚襲擊他 而現場又沒有收勞工程 即是現場的磚是他自己帶來的 而我們有驗過的磚跟8月19號 由馬地志平大廈高空頂磚散落 那磚完全一模一樣 即是我們絕對有權懷疑你 不打控案有關 你不要亂拼生豬肉 周圍的磚都一模一樣 我看磚沒人要 打算拿回家補個廚房做而已 你這樣想誤會我扔死人嗎? 你哪有眼睛見到?有沒有證據? 很簡單,只要我們驗不驗你紫毛 再比對上次扔磚散落狗磚的紫毛 就知道你是不是? 什麼磚都可以驗到紫毛嗎? 那你就驗吧 你不知道我們警方很多事都驗到 阿嬸,拿個後康射胞組織 做DNA測試,然後再拿證據 知道,阿耀 Madam,有人來保釋何耀光 大哥 不用怕,有我在,沒人會欺負你的 Madam,我想保釋他,多少錢? 不好意思 我們懷疑何耀光跟一宗公 扔磚散落有關 要扣留他去協助調查,不給保釋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搞錯 周圍隨便抓人回來 又說他扔磚散死人? 很離譜,老實說,到底要搞多久? 你最好不要在這裡手指指 警方懷疑他就有權扣留他四十八小時 四十八小時是嗎? 好,兩天後我回去接你 大哥,放心,我走得正站得正 這幫警察,藏我不進去 石仔,帶你辦手續 走吧 走吧 潘伯 不好意思,剛才抓警察碰到你 你沒事吧? 沒事… 剛才被他扔磚散碰到,不關你的事 你去扔磚散碰,是對的 來 醫生,通白沒什麼事吧? 我沒問題 他的右眼只不過是皮外傷 他沒什麼大礙 但他的左眼還有一點問題 我想應該是白內障 老伯,現在給你一張紙理 回來看眼科 好 德哥哥,你的手怎麼樣?沒事吧? 我沒事,不過剛才醫生說我撞到頭 所以留院觀察一會兒,現在沒事 怎麼樣?一世伯,他的眼睛沒事吧? 我在醫院… 他右眼就沒事,不過左眼醫生唯有白內障 通白,你記得回去通知天Sir 是否知道你一點關心也沒有? 你賺藥薯他又不知道 入院後又不理 我本來也打算打電話給他 不要,千萬不要打電話給阿姆 他工作很忙,我不想守住他 不如我自己打電視反彙就行了 通白,畢竟他也是兒子 這樣吧,我有車,讓我送一世伯 不要,不要麻煩你了 是呀 但舊樓是這樣的 Tim Sir沒有,不知道,為何不幫他搬 雖然不知道是甚麼原因 但我真的覺得Tim Sir的問題 我和他做過幾宗案件 我覺得他學歷很好,百姓能力很高 但如果那個人不孝順,多厲害也沒用 不說了,真的不知道他們倆是父子爺 我和他相處了這麼多年 我可以很肯定告訴你 他絕對不是這樣的人 他們父子的事,我們怎麼會知道 我們外洋也不方便問 那倒是,不過話說回來,真的要謝謝你 全靠你幫忙,我才能捉到我頂尊狂套 你這次報的資料真的沒錯 如果你要謝謝我的話 我想你要謝謝阿Mon 否則我看到他和那個馬虎在一起 我又不會打給你 不過你挺有趣的 那個妹妹對你這麼差 還要是對她這麼好 更何況差點惡你非禮 一言難盡 你又想說我是外人,不方便過問 你這個人真的很急,我還沒說完 我想跟你說 其實說出來一筆報那麼長 我怕你不敢聽而已 你說吧 找個地方坐下來再說你聽吧 你好像很熟悉這裡 我小時候跟一個大哥在這裡走的 跟大哥? 這個紋身就是以前紋了的 以前覺得紋了之後很帥氣 說句話又大聲一點 連夾夠鬆也可以大塊一點 不過說說說 如果我沒改過繼續在這裡做古惑仔的話 我看可能被人劈死了也未必 不是像現在我劈人,是躺在這裡被人劈死 不過說句話,你現在又是法醫 有空又幫一些東西清 簡直是一個傑清感 不說你以前跟我的大哥 真是不知道 誰會令你改變這麼大? 我姐姐 你就是添上老婆嗎? 我小時候,我爸媽已經死了 我和姐姐都在孤兒院長大 我姐姐很聰明,讀書又聰明 我和她剛才相反,我又反悔 讀書又不聰明,還入了黑社會 但我姐姐從來沒有放棄過我 她可以連自己的病也不要 但也要把我拘捕回家 聽你這麼說,你姐姐對你真的很好 不過可惜 她在一次交通意外裡癱瘩了 現在還入了癌症 其實我現在做夜清 一來可以幫到一些有問題的年輕人 二來又可以還我姐姐這個心願 雖然我的過程真的很辛苦 不知道什麼時候才有收穫 但無論如何,始終都要有人過種 照你這麼說,你都小過橙 怎麼這麼多人收拾?難道他是挪底橙? 我是挪底橙,你就借了 什麼借? 什麼? 只要放剩的藥 你說得知道 一根尾為只要放剩的藥 喝一口 雖然還沒蒸多了,但是還沒甚麼 再喝兩碗你煮的愛心湯 就是甚麼味道我都不怕 別管的 對, 為什麼最近John好像沒有記憶 他以後都不會再記憶了 John哥回來香港嗎? 他回來以後都跟我無關 你不是散了嗎? 散了就散了 散了就這麼開心 要麼死撐, 要麼找到新目標 我用死撐? 那就找到新目標了 你多事了 會說笑就沒事了, 讓你嚇得我 爸爸, 我長大了, 不用再擔心 你擔心你們吧 我幫你預約了時間做身體檢查 這麼快就檢查? 我記錄了, 不會錯的 我不像老闆Tim Sir這麼不孝 什麼不孝? 不是說人是非, 而是說事實 你Tim Sir經常表面上對人很好 很有禮貌 但你自己的父親有病也不聞不聞 是親人 不是, 我聽別人說 他對他老婆很好 你親眼看到嗎? 那倒不是, 我只聽別人說 你就是聽別人說 但我親眼看到他有多忌憶 這件事你的發展部同事 跟我的伙計可以做證 總之一句都說了, 他是魏君子 我上房找不到你, 原來你來了這裡 佩佩 Tim送你下來曬太陽嗎? 是呀 剛才剛做人化療覺得口很乾 所以叫Tim買點東西給我喝 做化療要有很堅定的意志 和很平靜的心情 我買了一張唱片給你 這首唱片裡的歌可以舒緩你心情 對於化療很有幫助 這是口琴演奏曲 那我那首劉冰謙的歌曲嗎? 當然有 那時候我們用這首歌參加比賽 我記得小時候 那些同學知道我是孤兒之後 一個人都不肯跟我玩 當我怪物一樣 只有你一個人跟我玩 又鼓勵我 還叫我一起去學口琴 我們還要時時一起參加比賽 是一定一起參加 除了有一次我病了 那次我多害怕 幸好你叫了Tim來代替你鼓勵我 對, 就是這樣你和Tim就認識了 阿佩, 這麼空就來陪賽來聊天 Tim, 佩佩剛想把歌曲給我 是嗎?什麼歌曲? 口琴演奏曲?謝謝你 我知道你每樣都好 不過音樂肯定不及我和Charlie 所以買歌曲的東西 當然讓我來 你倆這麼合奏 會不會遲些合奏來對付我 如果你不想錯過TVB的精彩節目片段 就快點按下方的鐘仔 訂閱吧